12月16日中共外宣喉舌《環球時報》總編輯 胡錫進在微博發文說 她過年就62歲已經辦理退休手續 彈刑將會作為該部的特約評論員 有關胡錫進下台的內幕及她的未來走向 持續成為熱門話題 胡錫進2005年開始正式掌管《環球時報》 該部被美國媒體稱為中共民族主義小報 是中共最知名的鋪斗喉舌媒體之一 此外 胡錫進經常在網絡上 為中共辯護 大陸網民將胡錫進和孔慶東吳發天、司馬南 並列為中共四大五毛胡排在第一 旅美政論家陳婆空12月18日對《大紀元》表示 胡錫進在中共內部確實是一個特殊人物 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左右派都不喜歡她 左右派都想鬥她 因為她時而表現了時而表現又 既是一個豐派人物 又是一個中共的吹鼓手 胡錫進的民風曾被親北京的港媒《明報》 稱為有痞子氣 據稱這樣反而受到中共高層的肯定 陳薄空說 胡錫進這一種民風在中共內是獨一無二的 可以說她是中共官方的非官方發言人 中共高層很多的意圖都是通過她對外放風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說 胡錫進現象是中共後鮮媒體的一個奇葩 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特別是民族主義戰狼性 一般喉舌需要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但是胡錫進從來不需要裝直接鬧上去 有關胡錫進退休的真實內情引發種種猜測 陳破空認為胡錫進這次退下來主要是因為得罪了習近平 認為現在正是中共黨內習派和反習派的互搏激烈之際 胡錫進反習是因為黨內關於改革開放和回到文革的爭論 胡希望能夠保持改革開放 不希望回到文革 認為這些人實際上是改革開放後的既得利益者 但這就引起了習近平的不滿 陳破空說 習近平和習家軍主要是要否定改革開放 希望在意識形態上回到無時代 但是這個在黨內很多人都不認同 而胡錫進剛好就是站在不認同的那邊 這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 在胡錫進宣布退休 以及還會有《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身份的消息後 有大外宣媒體發文吹捧胡 說他退位而不退場 陳破空對《大紀元》分析 胡錫進不可能徹底退休 他接下來不外乎有三條路 三個結局 他說一個是他開始坐冷板椅 但是還可以繼續發文章 這樣算是好的處境 另一種可能就是另外這一輪 左右互搏還沒有結果 胡錫進雖然下來 其實他並不是那麼老 如果反習派翻身 胡錫進也可能重新得到重用 也有可能 還有一個壞的處境 因為胡錫進是中共司局級幹部 他的情色和經濟醜聞 一旦在左右互搏激烈之下被拋出 不能排除胡錫進會被投入大牢 為他的刁盤合生涯付出沉重的代價 六四刁索家陳惠明 接受《大紀元》採訪的時候說 胡錫進退休也算是出了事 儘管他用盡各種辦法幫中共洗地 因為中共是一黨專制 有時候拍馬拍到馬蹄上會有一些問題 他說中共內部人人致危 中國所有人都是獨裁制度的犧牲品 什麼人都會倒楣